你现在听的是圆网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绿色心灵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 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鞋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 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已经有很多的客人 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 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产品可以在 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欢迎收听圆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现 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余医生你好 Hello 大家好 余医生 我们今天说的特别 都比较到女士都是很有帮助的 就是那个叫rose water 玫瑰贺霜蓄水 玫瑰水 霜水 霜水 土耳水 我相信说在玫瑰花尾水 很多人都认识和用过 我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花尾水的来源 其实花尾水可以这么说 是早期在中东的回教世界里面 已经是用了 很多这些穆斯林的化学师和化验师 通常都知道是用玫瑰花饭来蒸馏 提煉出来的 通常在饮品和香料工业里面应用的 还有在中东地方 很多人就用花尾水加在领水方面 很明显玫瑰花尾水 有一种很明显的味道 所以在波斯和Mesopotamia那些食物里面 都很常用的 尤其是加在甜品里面 因为它本身是一种清甜的气味 所以很符合在甜品里面 它会加在这些这样的甜品里面 比如在蔡培劳斯 它们用在花尾水 在伊朗那些地方 它就会加一些茶 加冰淇淋 加冰淇淋 加在那些Cookie饼里面 还有小量加多种这样的甜品 但是在阿拉伯国家那些地域和印度 那时候就使用的 加到那些奶 也有一些叫拉什 拉什这种 印度的饮品 可以说是那种 雨落水 雨落奶 相当于香港很多的印度那些菜馆 其实你都会有的 嗯 通常有些是 平淡 原味 也有很多是加一些玫瑰水的 在马来西亚 新加坡 通常都是用在奶那里 加一些糖 加一些粉紅颜色的作用 令到有些饮品 就是加味加香 嗯 嗯 好了 在印度那些 那些玫瑰花火水 有时候 就用来滴在眼那里 帮你明目的作用 当然大家都明白 就是喷你那个面部 就是令到它方向 还有那个保湿 这方面 尤其在冬天那时候 所以你看到 在那个传统上 其实它是用得很多的 嗯 其实它有些什么的作用呢 在那个用途医疗方面呢 其实它有一种是消炎作用 那个消毒作用 以及抗那些抗净乱 就是抽筋 亦都抗病毒 亦都有一种催情的作用 亦都有一种修炼的作用 亦都有一种修炼的作用 亦都稳定那些细菌的 等一生鬼不太容易滋身 还有排弹质 令到身体复原得好些 还有呢 有些是可以正化的 在女士呢 有些人用在调经 或者止血 那个调理肝那些问题 还有呢 就是作为一种排便 静菌那些 亦都有一些时候呢 就用一些安神 那个胃啊 和那个神经系统 这方面的 那其实在这个临床上面呢 可以 除了你刚才说的作用之下呢 我们可以怎么样用法的呢 那我相信呢 大部分人都认识呢 在这个应用呢 是那个 所谓的香氛治疗 很多人都用 那可以说呢 这个呢 差不多呢 第一它真的是方向 是吧 很多香氛治疗的那些油呢 是未必一定是很方向的 那所以玫瑰呢 通常呢 给你一种的味的感觉呢 是会 刺激我们身体的那些 内边的那些 安多芬 和血清素的 那这些的荷尔蒙呢 是叫做什么呢 是快乐的荷尔蒙 嗯 那就是 你的身体一种很愉快的感 那相信那些人呢 一般人呢 聞到玫瑰呢 都有一种很愉快的感觉 是的 多数呢 类似都喜欢呢 有男士 或者異性 或者人呢 送一大盏玫瑰花 那样 就是等于这个作用 多数都会 有收到花的 开心的感觉 是的 那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那个美容方面 通常呢 有时会加 比如加一些 Walker的酒精 或者加一些金柳梅 Wish Hazel 那一对十的 的玫瑰花份量呢 通常呢 就是用来呢 作为呢 那个面部的 爽肤水 爽肤水啊 爽肤水啊 所以很多时候呢 就用来呢 做那个 做那个 对头发啦 对皮肤啊 或者干的皮肤呢 是作为一种的 爽肤水啊 爽肤水啊 是的 但是呢 玫瑰花水呢 通常呢 都是很容易被人家接受的 所以做在这些 護膚啊 護髮的产品上面 都找到很多 那还有其实呢 在一个玫瑰花水里面 它都很有那个维他命在 是不是 它主要呢 有很多不同的成分 那种分针呢 它有很多很多的 就是那个 香氛的主要成分 那它重的方面呢 就是那个 護髮咯 OK 那我们很多时候呢 那个 那个玫瑰花水 对头发很好的 那所以很多时候呢 在那些 護髮的那些产品里面 洗头水里面呢 很多时候呢 都会用用质醬 加密下去的 那原来呢 那个 那个玫瑰花水呢 可以增加那个血液 循环去头皮那里 那当然呢 可以支援那个 和加强那个 头发的毛囊呢 就是防止脱发 那所以有时候呢 很多人 那当然呢 另外一个地方呢 就是那个 護膚了 OK 那它很多的 因为大家知道呢 它花花水呢 它是可以抗菌的 可以舒缓的 还有呢 是可以复原 还有呢 就是消毒作用的 那所以呢 你用在花花水呢 通常呢 当然呢 当然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那些花花水的产品呢 最好就是百分之一百 顺 就是不要多些 混合一些雜汁 那样 除了水之外呢 就是那个玫瑰花花水呢 是要顺一点的 那我们知道呢 那个玫瑰花花水呢 它有丰富的那些 那些营养素 包括维他命A C D E 和B3 OK 那它亦都抗氧化的作用 是令到你呢 是消除那个 就是皮类的皮肤 那样 那令到你一种 那个熔光换发 那种的感觉 那因为它有修炼作用 啊抗炎作用 那所以呢 它是对于这个补水呢 和那个那个 那个 活化 令到皮肤呢 是更加年轻的了 那 那 那当然了 它 所以对于一些肝啊 或者是皮肤老化呢 是非常之有帮助的 OK 那它很明显呢 它可以清洗啦 淨化啦 还有呢 是那个 对那个皮肤呢 一种 就是通它 通它 那我们呢 刚才就说了 那刚才你都提过了 在以前 古代的时候呢 那些人都已经用来 做在那些食物上面 那样的 那我们 我们现在可以在应用 在哪一方面呢 那 在食物方面呢 我们最简单呢 就是那个 领水 嗯 那一个很简单的做法啦 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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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样做呢 那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那样做呢 那譬如用 一半加仑的 的领水啦 那怎么做呢 就用 五杯水啦 用一杯 那个 石楼汁 或者那个 大红花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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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再用 二分之三杯的 檸檬汁 一半茶匙的 海盐 那再呢 一汤间的 玫瑰水 玫瑰花味水 那再用一杯的 糖 或者玫瑰 或者那个 蜜糖 那样 那通常呢 你将它混合呢 就是冰箱 冰一冰 那就成为一些 很方向 很好喝的 就是那个 那个 檸檬汁啦 听下去 这个 这个 这个檸檬汁品 都很吸引 哦 都挺容易做 就是你看到 很多这个成分 都很容易买得到的 嗯 那就不妨大家可以试一试 嗯 那另外一个呢 有些人呢 就会尝试一下 做在家庭 就是喜欢自己做一些 做一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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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爽肤水啊 那我们通常呢 啊 因为它可以 啊 啊 啊 尤其对那些 肝啊 那些啊 敏感的那些 那些皮肤 那我们通常都可以 自己制造一下的 那当然呢 就要需要很多 那个 那个 玫瑰花饭的 OK 那 那 通常呢 就一个 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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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瓶啊 就一个 一个瓦瓦 或者玻璃瓶那里呢 那再加呢 两杯 滚的水 烧热的水 嗯 加下去 那呢 就把它盖上呢 那就等它呢 是自己 坐住它 嗯 那直至它慢慢呢 是完全呢 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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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将水呢 就放入一个 干净一点的器皿 这样就 就是 加上盖子 收起来 嗯 那接着呢 就可以放在 放在冰箱那里呢 那当你平时需要用的时候呢 就可以拿些棉花啊 棉花球啊 或者拿些 可以噴下那个水 那这些很简单的做法 但是都需要很多的很多的玫瑰花瓣的哦 那所以呢 所以呢 其实呢 在我们的陆创意健康店 已经现成有些那个玫瑰花水 可以即时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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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到 因为有时候呢 都未必买到漂亮的玫瑰花瓣 那些东西这样去做啊 那些东西出来 那些东西就更加是 就是真的经过那个的蒸馏出来 那样的效果呢 那样的效果呢 那样的效果就更加会 就是全面一点的了 那用来做于 对于皮肤那个的舒缓 那些的 譬如可能有些的 血管抗张啊 或者是尤其是 在保湿那方面呢 那个用途就最明显 最见到效果这样的了 是啦 因为始终呢 外面那些 那些房间买到的玫瑰 还有玫瑰花啊 那些房间买到的 可能会有很多些 就是发学东西 就加了下去啦 那让它可以 就是可以 即可以 可以不会这么快借啦 是是是 那所以呢 很多时候的人都不是很放心的 那比如好像 外面买的那些 那些鸡仔书 那些鸡仔书 那这些鸡仔书 那很多时候呢 那些时候呢 虽然鸡本身可以吃的 但很多人呢 都不敢用浸走啊 因为始终都在外面 商业买回来的那些东西 可能都不是这么安全的 那所以呢 所以在我们陆创健康店,我有些是一种有机的,很高得素的玛桂花花水 我听闻很多人买的,相信很多人都明白,都懂得怎么样用 因为这个始终,在护肤方面,做一个爽肤水,其实它是真的很常用的 外面有些品牌,或者比较高档似的美容院 其实他们很多都用玛桂花水,用来帮客人做护肤 例如我们做落妆,洗完面后,再用爽肤水去保湿 都是很常用的,现在在坊间也很多 同样很多人,香港那些人频频坐飞机,你知道坐飞机最辛苦的地方 飞机上那个是很干燥,水分差不多1%,很多人觉得很辛苦 有些人会带少少玛桂花水,当然份量不太多 因为安全条例,空管条例之后,一定是100ml以下的spray bottle 也会有个噴樽,很多人喜欢在飞机上,时不时噴一下噴一下 我都会的,我都会是这样的 有时自己又保湿自己的面部 也有时令到空气,自己的周围范围都清新一些 因为有时尤其是坐长途机,混习了很多其他气味 有很多骚髒的病毒,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好,我们今天就麻烦袁医生和我们分享了一些实用的资讯 今天多谢袁医生今天的分享 今天我们的时间都差不多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和袁医生会诊 电话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回诊 可以email去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如果想重找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自然疗法与你 就可以听我们的节目 好,今天麻烦你了,怡医生 拜拜 好,多谢大家的收听 拜拜